王朝 让他们 太厉害了 四伟 皇上 请把四伟包杀的叽形送陈真志 四伟 你要振作义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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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和我们围起来 一个人入房 爸 这 这是大树下 他受人受伤了 希望不是皇上 快去快去 快去 好 子雷 怎么会这样啊 你中了一刀 虽然中了一刀 我答应你净走 我要好好照顾你的 我这样让你中了一刀 子雷 我该怎么办 你全都救救他 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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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丁大人已经很大 所有乱闹都被抓了起来 都是白亮娇的秘密 自从梅花镇事件开始 他们就每天盯着我们 现在都已经抓起十番了 卑职丁城县叩见皇上 不知皇上驾到 舅家来迟 罪该万死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我朋友 他怎么样啊 我要找一个干净的地方 把匕首拔出来 听到没有 最近的地方在哪儿 皇上不嫌弃 就到卑职家里去吧 还耽搁什么 快走吧 皇上 你 皇上 快走 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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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好好活着 我们生活了要跟你住在一起了 快 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 快快 蔡医 蔡医来了 胡蔡医 老实告诉朕 拔刀有没有危险 回皇上 子莫姑娘的伤并没有靠近心脏 可是流血太多 伤到血管是显而易见 拔刀的时候 把刀一口气提不上来 确实有危险 我已经准备了身片让他含着 太医 胡太医 马刀真的很危险 我这儿要长寿太医的独猛秘方 马肺杂 这是使用说明 你看是不是先给他 内服镇定情绪 在外服马脆伤口 免得紫薇把刀时挺不住 太好了 庞太医的马肺杂我会用 那就快让紫薇扶下马刀 正陪你进去 正要看着你马刀 好 ×世伯 没 乳 green 乳 round 你快点 乳 몸 你不能 你不要喊我哹 戈帖 哥哥 language you can let me 这位姑娘 喝了这个可能会是蕎蕎 八刀水就不会很疼了 子梅 子梅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 抱着她的头压了她的上身 免得是身子会动 我来 朕来 子梅 有朕正在这儿呢 朕既然贵为天子 一定能够给你力量 你也要为朕争一口气 知道吗 朕 皇上 臣拔刀的时候 整血会溅出来 是不是混了 别人 不要再顾虑了 还是救人要紧 是是是是 也不用下去吧 小燕子 你也下去 不不 我要守着她 我绝对绝对不会走 皇阿玛 如果方便的话 请让我们留下来 一起陪她拔刀吧 而且 这一路以来 我们和子梅 就像亲人一样 如果没有看到她拼刀 我们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而且 我们还可以给她打气呀 子梅 我要拔刀了 大爷爷 子梅 不要怕 只会等一下 朕不许你有事 知道吗 皇上 皇上 我想 请请你一件事 你快说啊 马上要拔刀了 不能再耽误了 请 给小燕子 一个子顺利 不管她做做什么事 请让她不死 好好好 这给她吞车令人饶她不死 这样你安心了吧 马飞散的效果已经产生了 皇上 不要拔刀了 老 приход 可能 还是 娘 雪月子 雪月子 你怎么了 阿嬷 你不要紧张 他没有死 他没有死 他只是扶了麻沸崽 挥睡过去 好方便拔刀啊 我要去看他 你骗我 你骗我 你冷静一些 现在那个房间 已经乱作狱团了 皇上和太医 都在忙着帮他止血 丁大人 也把城里最好的大夫 都请过来了 大夫我们都说 虽然伤势凶险 可是没伤到五脏六腑 所以不要紧 他会活下去的 他一定会活下去的 你在哪儿 又是哭又是喊 又是晕倒 把大家都弄得手忙脚弯的 照顾子薇还来不及 还哪有闲心来照顾你啊 你躺下来休息一下 好不好 你的脸色 都和他一样苍白了 你给我发誓 他还活着 我跟你发誓 他还活着 你再给我发誓 他一定不会死 我跟你发誓 他现在不会死 什么叫现在不会死 什么叫现在不会死 我就知道 他还是会死 对不对 他还是会死 斯文 斯文 小燕子 我的意思是说 一百年以后 我们大家都会死 那么 他一定会活下去 是 是是是 我阿玛都问过好多遍了 大夫们都说是 我阿玛都问过好多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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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的伤口才刚刚处理好 为什么不去躺一躺 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啊 阿玛急得不得了 正在到处找人呢 你别这样失魂落魄了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胡太医一直保证说情形很好 没有危险了 他会那么虚弱 一直昏迷不醒 只是因为麻沸散的麻醉效用 还要失血太多 现在丁大人已经把家里最好的药材 都拿出来了 你放心 他不会有事的 皇上走了吗 是是是 皇上和太医一直都守着 小燕子现在也已经过去了 二太 我决定了 你决定什么了 等他好以后 我就带他走 阿玛和额娘就交给你了 以后带我对父母计孝 对皇上尽重 哥 你不要胡闹了 那怎么行 你是阿玛和额娘最大的骄傲 皇上欺诱你 国家需要你 你不要为了紫薇 把什么都忘掉 把什么都丢掉 那根本就行不通啊 先别说了 你会伤痛阿玛和额娘的心 就是紫薇 他也不会同意你 也不会跟你走的 他那么有教养 根本就不会同意 你做出不忠不孝的事来 更何况 皇上现在对他这么好 他就更加舍不得了 可是我快发疯了 我看着你一次一次陷入危险 身体和肉体饱受折磨 我帮不了他 救不了他 皇上对他好 我心惊胆战 皇上对他不好 我也心惊胆战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 就拿现在来说 我躲不及我陪在他身边的是我 给他安慰的是我 可是 我还是躲在那儿 二康 你小声一点 别说了 我连说都不能说 做都不能做 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还有什么乐趣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摆在我的面前 我对也不行 进也不对 如果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情感和签证的选择 我也就罢了 还牵连到紫薇的身世 我真的控制不了了 尔康 你听我说啊 我觉得啊 现在的情况好得不得了 紫薇受伤虽然大家都很难过 可是是有代价的 他终于让皇上说出那句话了 小安子拿到特设定 可以不死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代表我们已经接近目标了 即使真相揭穿 小安子会保命 你不要发愁了 紫薇一步一步虽然走得很辛苦 可是他一直在往前走 一直有收获 振作起来 见到紫薇 你不能让他担心你是不是 他已经像成那样的 你得给他力量 给他支持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疯疯癫癫 他怎么支持下去 你说得对 紫薇需要我的支持 我不能崩溃 是啊 是呀 男子汉大丈夫 打落牙齿要祸血吞 你现在还是皇上的臣子 福大人的儿子 紫薇的归宿 怎么可以逃避呢 谢谢你们亲信王 我真是皇的优胜无主 手术不错了 我们总要有人保持清醒和理智呀 进屋去吧 把你的心伤尽量藏起 以后你跟着我安排 我还没忘了 你还没忘了 你还坐在一起 我觉得还没忘了 在书上 你还没忘了 我还没忘了 你要去坑 你还没忘了 你还没有忘了 你还没忘了 皇上 紫薇 小爷子 他醒了 他醒了 霍小爷 臣在 臣马上真挚 来 皇上 紫薇姑娘的脉象平稳 已经没有大碍 休息一段时间 就会痊愈 醒过来了吗 真的醒过来了吗 皇上 我让您担心了 是啊 你让朕担心了 担心极了 担心得不得了啊 感觉怎么样 坦白地告诉朕 好疼 趁马上去接药 吃了可以止痛安神 对呀 有这种药还不快去接 不痛 你活了 太好了太好了 恭喜恭喜恭喜你没有死啊 其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本来啊 你已经去见到阎王了 可是啊 阎王老爷 看到你之后 就跟抓你的小鬼说 嗯 你们这群家伙 抓错人了 这个姑娘她时辰还没到呢 她还有一百年的养手 你们全部抓错了 全部给我送回去 所以啊 度过来这一关 你还有一百年好活 一百年 那我不成老妖怪了吧 反正又我这个千岁七千岁 陪着你们 那跟上面啊 还有万筐 Operations 你 皇上 你还是去休息吧 要不然我这一百年的阳烧 可能却要打折了 别动 别动啊 你伤口这么大 怎么能动来动去呢 血好不容易才止住啊 千万不要乱动啊 子卫啊 你还记得之前发生的事吗 怎么会有刺客 这么好的皇上千载难逢 怎么还会冤行刺 还有其他人受伤吗 只有尔康受了一点轻伤 其他人都没事 尔康呢 操心你自己就好了 还管什么别人呢 跟你的伤比起来 他们的伤都不算什么了 怎么样 感觉伤口好多了吗 好多了 在被死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我死了 傻丫头 有朕啊 朕在那儿呢 朕的心里 一直有个很强烈的声音在说 你不会死 你不会死 皇上 皇上 你去休息吧 我没事了 好 朕去休息了 也让你能休息 在去休息之前 但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你今天用身子为朕挡住这把刀 你带给朕的震撼 不是一点点儿 而是惊涛骇浪啊 从你受伤之后到现在 朕一直看着你 朕就是不明白 如此柔弱的你 怎么会这么有勇气呢 你呀 真是让朕困惑了 感动了 皇上 你不要哭 那不需要欺 是一种本能啊 本能 多么珍贵的一种本能 朕会永远珍惜你的这份本能 好了 天色一晚 朕还要去追查那些刺客的来历 你有什么话 以后再慢慢地跟朕说 让人方长了 知道吗 小燕子 替我好好地照顾紫薇 太医的药熬好了 你要看着她喝下去 我知道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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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会搬家了 太好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 赶快把所有的事情 通通都说出来得了 不行 最起码要等到回宫以后才能说 好 也是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等你身体好了 这样等活儿蛮发脾气的时候 你还可以做我的帮手 子薇 子薇 二靠 你的手臂怎么了 给我看看 别把我的手臂了 你别动 不许说话 我知道你身体虚弱 你什么话也别说 听我说就好了 我看见太医离开 问过你的病情 我看到皇上离开 知道你没事了 我想跟你说 我以后 再也不会说让你泄气的话 再也不会说让你担心的话 我只想告诉你 你是我的一切 求你快快 快快为我哭起来 你赢得了皇上的爱 赢得了每个人对你的尊重 你那么勇敢 那么不平凡 我想 这么完美的一个体 心里 心里居然有我 我很骄傲 我想我不用告诉你 你的伤病 给我带来的多大痛处 因为你了解我 你会体会的 你这样不平凡 你这样才不平凡 你也不平凡 你也不平凡 你肯定了 你如果有胜利 你也不平凡 你肯定了 我肯定了我肯定了 相信你也听得见 子媚 你真伟大 真能看 我们现在有了特赦令了 等我们回宫 等你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我们就找个机会 想皇上说明一切 但是 我现在不许你操心 不许你烦恼 我会配合你 我不会冲动 因为我爱你 信任你 面对着你 生命变得多美丽 拥有着你 想一想为多甜蜜 失去了你 闪闪吹吹吹都多余 失去了你日生日落无影 吴太一把衫药给你送药来的 我不能多留了 答应我 照顾好我自己 好好吃药 好好养病 你的手臂 你放心 我也会为了你照顾好我自己 只是一点皮肉长 算不了神了 再分开 我走吧 明天再来看你 我好感动 我好地度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你呢 你不是也一样吗 好 那就是彼此彼此了 我也学会要说一个成语了 难怪我以前老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们都要说鼻子鼻子 谁俩作射售 这 heart 买什么礼物送给他们 笛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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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都有的人意外 有 好像 everyTP��历笛笛下 你真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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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多少第一次都算不清了 你们啊 又不着陪我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我还要试鞋呢 说不定啊 要试好久就 好像有点松 这个 这好像又太小了 这个又太大了 你你到底穿多大的啊 啊 我我我我给你挑 你这样 你一直试穿的 让我鞋子会弄脏的呀 你这个啊 你的鞋子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 你干脆不要试穿 你不要试穿 你不要试穿 你真的真的 天啊 我鞋子弄脏了 你给你 我还没睡完呢 你干嘛 不想办啊 我大的也要 小的也要 行吗 好好好 你要买礼物送给丁家的妇人们 他们的脚多大你知道吗 你该不会给丁家上下 一家老小 全部都送鞋子吧 你们就别吵了 我还要再试一点 老板 这个我要了 先放着 哎 这样 再试一个 来 你等 等 等一等 你干嘛 这是我先选好的 你放手 什么你先选好的 这是我早挑中放在旁边的 你放手才对 你 你 我吃我 你干什么臭呀 没有我们计划削鞋你也敢请 你没长眼啊 来 削鞋 这明明是小燕子先选动的 你抬不上眼睛 是我说你个死洋鬼啊 你领着中国姑娘买鞋 我看你就不顺眼 才敢在我面前撒眼 今天我 今天你要怎么样 你准备无非教寻之二 臭罪不可 你 什么洋鬼子 你被你出鬼子 救回一个 你被你出鬼子 救回一个 你被你出鬼子 两手鬼子 你怎么办 我偏要骂 你个死洋鬼子 臭洋鬼子 你这个不讲理的流氓 不跟你点颜色瞧瞧 你就不知道你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的鞋子 别把我的鞋子打坏了 你怎么想 打死你 我阿姨 打到我的人 来 打死你 打死你 抓到 打死你 打死你 我洋鬼子不包A 把我当冰包 看我的西洋拳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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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斜子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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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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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超多东西的 来 来 来 看我的天气厌昏神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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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看 我的鞋子呀 不要再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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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想对她这样 在朕的内心深处总觉得对她有种感情 甚至超越了男女之情 朕似乎尊重着她的一些思想 不愿意用皇上的身份去勉强了她 好好地一趟南巡啊全给搞砸了 刺客虽然已经伏法 可是朕的兴致已经完全没了 只要想到被刺的事 心里还是很沉重的 只想尽快回宫 可是紫薇丫头身子还没完全复原 不敢贸然上路啊 这心里还真有点着急呢 臣今天问过太医 太医说紫薇姑娘再有一两天 就可以上路了 皇上不必着急 至于刺客的事情 皇上就更不必放在心上 这个白莲教正好借这个机会彻底扫大 危机有的时候反而是转机呀 说得也是啊 还疼吗 不疼了 你放心好了 我没事了 紫薇 你怎么下床了 大夫说可以了吗 吹风不要紧了 你看我好得不得了 跟我们跳跳了都没有关系 就是皇上太关心 所以太医呀才能多休息几天 你们大家呀 不要把我当得像病人一样 我已经没事了 拖累的大队人马都不能行动 我已经好抱歉了 好好好 我们相信你 你别蹦蹦跳跳了 也别转圈子 当心投医 尔康 你放心吧 紫薇护腹得很好 伤口都一定是帮她擦药 已经没有大碍了 你们想不想看小燕姐姐变性法 好了 �chu早 先急运气法 ел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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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eté预 know 看着 好以为握拳 在这深深庭院 明月 飞来燕子翩翩 从此风波不断 有情有有限 无端的少苦可难 燕子少龙散了 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鞋子 我为你高高 谁让小孩子开心啊 好久没有看到这个新法了 居然能为编戏法 还这么多乐 关注哥哥 实在了的 只恐怕它再变下去 肯定会出错 所以啊 我还是希望它见好即收 这怎么变的呀 好神奇啊 夏姨姐 你的鞋子到哪儿去了 去哪儿了 收在屋顶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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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在那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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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姐姐 你再把它们编回来吧 编回来 对 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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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要负责上屋顶 给她捡鞋子 我就说她该见好即收嘛 上屋顶这事我不干 你可是四大护卫之一 好 那我去 我去 小燕子让我上屋顶 格格之命难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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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约子 您共有几只鞋子在上面啊 有七只 七只啊 可是 我们只有找到五只 有没有算错啊 不会算错的 你们好好找找嘛 好 喂 当心啊 如果下面有厨房 这次就换做是你被烫屁股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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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齐班见兵 尔康尔泰 你们在人家屋顶上干什么 赶快下来 成何体统 老爷 老爷 勇齐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在上面捡鞋子呢 鞋子 谁的鞋子啊 鞋子是穿在脚上的 怎么会上了屋顶啊 是小燕姐姐的 你的鞋子 你的鞋子居然上了屋顶 我只是想表演一些戏法 跟孩子们玩嘛 谁知道鞋子上屋顶容易 下来就难了 我只好找助理完成了 人家孩子给我又鼓掌 又吆喝的 我真得意的不得了呢 瓜妈 你一来就愁我好 害我得意也没了 光彩也没了 弄了一鼻子灰 我是看鞋子灰病好了 我心情好 我想感谢丁府 对我们的招待 才跟孩子们玩玩嘛 瓜妈 你干嘛弄死了 真才说了一句话 你倒是回了好几句啊 看样子 还是真错怪你了 老爷 现在还没回宫呢 您又把梯头给搬出来了 最怕的就是您那句 称赫而推桶 皇上 哥哥是好意 您就别误会他 别怪他了 好 看在子贵丫头的面子上 真不怪你了 亲爱的老爷不怪志恩 来 拿着 启禀皇上 北京有急奏 好 福伦 你们猜猜看 是什么事啊 臣猜不着 想必是件好事情吧 的确是件好事 蒙古亲王齐克尔 带着他的小公主塞亚 定于下个月出来北京朝拜 齐克尔说穿了 也是咱们皇室的亲家 又治理边疆有功 看来咱们得好好地招呼 这位亲王才是 下个初步 那么我们要快马加鞭 赶回北京 是啊 咱们得快马加鞭 赶回北京了 赶回北京了